BGM 盖世汽车讯据外媒报道,奥迪Q8将与保时捷Penemerita Bose Hybrid使用同样的动力系统。 于2019年上市,据报道,奥迪Sport 8将使用大众集团旗下保时捷Penemerita Bose Hybrid的双涡轮增压V8汽油发动机以及对应的电机。 显然,Q8设计受到了2017款Q8概念车的影响,将对标梅赛德斯奔驰AMG GLE63。 在此辆超级轿车中,由双涡流增压风机强制供气的V8发动机可输出542马力的动力和568磅英尺的扭矩,而电动机则通过8速双离合自动变速箱可产生134马力的动力和295磅英尺的扭矩。 全面运转时,联合输出动力最大为670马力,扭矩最大为627磅英尺。 据此等效能水平的Q8将成为奥迪动力最强车型,较奥迪R8V10的输出功率多了68马力,扭矩也超出214磅英尺。 虽然Q8的重量不可避免会增加,这点将让它无法与R8V10相比,在路上的运动性能也有所差,但此电动SUV会提供更广泛的驾驶特性,以纯电动和运动模式为基础。 纯电动模式下,Q8E半动力将来自锂离子电池,可支持大约27英尺的续航里程。 但切换到能量密集的运动模式时,Q8可以在4秒内从0加速到62英尺。 相比之下,577马力的GLEE63和56,7马力的宝马X6从0到60英尺加速时间都为4.2秒, 捷豹路虎Sportsware则需4.3秒,上述所有车型都使用纯内燃机、涡轮增压V8动力传动系统。 作为奥迪最大车型,所有Q8车型高度都可调节,配备了运动调节型自适应空气悬架和合适的中心差速器和扭矩矢量Quattro四轮驱动。 但是,据奥迪产品经理所说,标配版不会配备48V主动防侧轻杆,因为车顶弧线低,轮距宽的此类车,不需要防侧翻技术。 速度更快的Q8将会比其他车型遇到更大的侧向加速、激励。 因此,奥迪SPORT的工程师极有可能会采用48V系统,来提高该车在快速转弯时的稳定性。 此项技术被大众集团,包括宾利的Tiger在内的多款高端车型所采用,标配版将选配四轮转向。 也就表明,Q8可能会标配四轮转向,提高敏捷性以及高速行驶的稳定性。 此功能对于横跨大陆在高速公路上进行端途旅行的汽车来说,会非常受欢迎。 目前最强劲的奥迪Q8可能会暂时拥有大众集团内最强大SUV的称号。 当它正式上市时,该辆电动超级SUV将超越641马力的兰博基尼Uns和542马力的保时捷卡Enterdo。 尽管上述汽车的混合动力版本马上也要上市,而此类混合动力车的动力,肯定会超越Q8。 图片来自AUTOCAR.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